不喜欢人家就离开人家 爱一个人 没有必要委屈自己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 在一起也三年了吧 室友说你对我挺好的 我不是说我想 因为一件小事跟你吵架 我就是想要一个 你在乎我的一个态度 我不是就这件小事不碰 我只是想知道 兄弟真的有我 如果你还是有事都做不了 会因为什么事情骗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 但我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你不能骗我 任何事我都可以去原谅你 你看这次感觉 没有怎么样 不 Jeff 谢谢 你看 我们去告别做这个 你看 clever si 自己会怎么样去做选择 是觉得还可以 接着相处下去 彼此给对方一个机会呢 还是就此打住 说我们可以考虑 更好的一种生活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小花童有请 谢谢 好了 请回见证 属于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被试爱情保险记 有网友提问说 是我计较还是他没长大 他作为一个男人呢 整天就是创业 我跟孩子他从来没有管过 他回来衣服一换 鞋子一脱还得我收拾 那跟他说钱呢 就是我物质 都说嫁了一儿子 我觉得我嫁了一孙子 家庭分工啊 是婚姻生活很重要的环节 看来你们是没有明确好 各自的角色 该养家的钱要交 该干的活要干 你不惯着他 他才能长大 不 I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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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to輪入行